這個高端是最有一個好處 讓很多百姓去覺醒 偏偏就這麼巧的 高端突然封存30年的價格 本來不能過問 被視為高度機密的 為什麼在業會太上衛服部長 參與中策就公布了呢 我料定他就不是幫陳時中做什麼 聯理考 補考這些準備 已經聊到高端的這個價格的問題嘛 聊到高端的這個EUA的問題嘛 怎麼可能不聊高端啊 這叫 你去業會他 難道四個男人要談如何十字交扣嗎 長安就諷刺說 政府的疫苗採購呢 叫做萬般皆失敗 只有股價漲 結果薛瑞元就嗆他說呢 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其實民眾為什麼會質疑高端的價格呢 首先啊 這個高端到現在都還沒有做三期實驗 保護力不明 打了不能出國 一劑還要賣八百四十塊 和其他疫苗相比很明顯的CP值太低 再來王任賢醫師點出 因為高端是從美國國衛院計轉來的 因此呢根本沒有研發費用 頂多就是付個授權費 那麼醫師黃高斌也計算 他說就算新冠這個病毒 是一種新的病毒 合理的成本價呢 也應該是在三百到五百之間 他認為如果製程穩定的話 成本還能夠再下降 那麼高端現在一劑賣了八百四十塊錢 到底是這中間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成本嗎 還是是向黃高斌醫師質疑的 因為他技術不夠好 製程不夠穩定 所以成本降不下來嗎 預防委員 吃蛋白的這個激素跟mRNA的激素差跡 真的是很大很大了 我就前資訟我們也講過 人家那個BNT賣到臺灣來 這麼遠的路途從德國 你還要去 你還有冷鏈 冷凍的設備 然後運費這些 還保險這些費用 你高端就在臺灣生產 就這樣賣出去 你不需要遠度重養而來 你應該比人家便宜 而且要便宜很多吧 結果不是嘛 其實現在這個高端是只有一個好處 只有一個是比較可以用正面去看待 讓很多百姓去覺醒 不要義和團的這種思想 就愛臺灣 為了證明自己愛臺灣 因為民進黨不斷在宣導 蔡總統 賴副總統 這些每一個 包括陳時中 都把胳膊拿出來 本土的疫苗 本土的產業 本土的生技產業 未來在全世界都可以 這個開發結果 人家大概都會搶購的 所以大家要來支持這些本土產業 大家想你這個政府高層都出來支持了 還有一些愛做秀文立委都出來支持了 當然就把個被孫出來打了 結果最後他們發現有被受騙的感覺 那一二團說你知道喝了我的符水 貼我的符 刀槍不錄嗎 你這個是本土產業 而且這個是很先進的東西 這是臺灣奇蹟一樣 所以你知道打了以後 這個跟BNT跟莫德納 跟其他東西的功效一定是差不多的 當然就去打了 現在你醒過來了 你發現你自己像傻瓜 像傻子一樣被騙 那館長不就這樣子那麼生氣 我從來沒有看到一個主持節目 在這麼短時間可以講這麼多髒話 就是他 你就知道他有多憤怒了 雖然他講髒話紀錄其實也很多 不過還沒有多到這麼多 他當然就覺得有受騙的感覺 你說愛臺灣我也愛了 結果我最後發現 我打了這個三計打滿 你們民進黨很多人顯然你們都沒有打 號稱百萬其實也沒有那麼多人打了 真正把三計打滿了 大概只有三十萬人左右而已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好 唯一的一個比較可以用正面來看待 就是說百姓不要再當漁民 不要被人家騙 全世界最後證明 只有中華民國的衛福部採購了 所謂的高端疫苗 因為他沒有這麼高端 就這樣子嘛 所以大家醒過來 愛臺灣有很多的方式 你不管什麼樣的愛都要建立在理智的判斷上面 不要被人家好像 好像這個灑了一個什麼泥魂水 然後頭昏腦髒就跟著向前走 不要再這個樣子 這是唯一的光明的地方 謀言也很質疑為何衛福部的大咖官員們夜會了陳時中之後 高端馬上就拋開了保命條款迅速公布價格呢 民眾質疑當天的夜會 宣熱語言王畢勝 莊仁祥是不是除了幫陳時中惡補了市長辯論之外 也針對高端爭議是不是有串供呢 王畢勝就反向說 沒有做事情的人不懂我們的酸甜苦辣啦 問題是官員們真的有做事嗎 藍營就踢爆說衛福部簽了什麼樣的合約呢 這合約裡面疑似是有一個條款說 只要廠商盡了最大的努力 不履約也不用追償啊 哀轟著根本叫做喪權入國 結果蘇貞昌還說 政務官幫自己的政黨候選服選是民主政治的正軌耶 那蘇貞昌不等於就承認說 衛福部是真的是去幫陳時中 這個好像是去幫他串供還是去當他的競選 進辦的分部了嗎 不是去聊天啊 竟然真的是去串供嗎 那麼就連防疫官員都要替陳時中來輔選 也算是正軌的話 防疫指揮中心不是一個正常的機關耶 他到明年要解散的耶 那我們為什麼還要再編這麼多錢 八百四十五億的防疫預算給他們呢 百姓有沒有權力拒絕我們的大稅錢 被拿去當成輔選的資源啊 靜平哥 第一蘇貴所講的這個政務官 本來就要幫自己同黨執政黨的 這個同志來輔選 政務官在這三個人 夜會這個陳時中的三個人當中 大概只有薛瑞源稱得上是政務官 因為他是衛福部部長 但是他不像陳時中一樣 之前是兼任指揮中心指揮官 指揮中心指揮官王必勝 他並不是政務官 他是事務官 所以他之前出現了這個死子相扣的 這個爭議的時候呢 還被他的上級長官陳時中所力保他 他是事務官 我再強調一次他是事務官 他是文官不是政務官 蘇貞昌這一句話 簡直是想要這個 把他整個這樣子 甚至有點就是環混過關 還有莊仁祥他也是事務官 他是集官署 嚴格來說他是應變中心的這個組長 他也不是這個政務官 都不是政務任命 都是文官上來的 所以這兩個人 你甚至是不是可以講說 下班時間他們可以去看一下 老朋友也沒關係啊 但是偏偏就這麼巧的 高端突然封存三十年的價格 本來不能過問 被視為高度機密的 為什麼在業會太上衛服部部長 陳時中之後就公布了呢 這不是喜人宜鬥嗎 然後在十月三十號到三十一號以前 康好這個EUA的審查又悄悄補件 然後又告訴國人說 這個EUA的這個審查緊急授權資格 可能要到這個十一月底選舉結束後 才會這個公布結果 這什麼啊 這到底在幹嘛 所以難怪人家會質疑說 去幫陳時中什麼模擬考補考 他準備這禮拜週末辯論 對啦 這樣太小看陳時中了 因為陳時中 根本補考就不會及格 考試也不會過 然後你幫他補考也沒用 一個不用工的人 怎麼樣去選舉 一個仇恨值那麼高的人 你怎麼幫他補考 你怎麼幫他準備 你議題都沒用 你幫他作弊都沒用 當槍手也沒用 所以我料定 他就不是幫陳時中做什麼 模擬考補考這些準備 那為什麼要去業會呢 當然從天地聊到這個家事 或是國事 一定是聊到高端 一定聊到高端的這個價格的問題 聊到高端的這個EUA的問題 聊到高端一大堆的這個狀況 出一大堆包 你怎麼可能不聊高端 這叫串供 所以雖然學過法律的 是個薛瑞妍說 他不是被告 所以不算串供 是啊 等你以後這個被發現的時候 要成為階下球就來不及了 你要他學法律了 應該知道 不只是有法律關係人的身份 有關係人 有當事人 還有被告 是有很多身份 他起碼就是一個關係人 所以你在這個敏感的節骨眼 把陳時中競選總部變成 除了陳時中是太上衛福部長 我剛故意酸他之外 變成陳時中的競選辦公室的分辦 衛福部還有指揮中心 淪為陳時中競選台北市長總部的 中央衛福辦公室 跟中央集管這個流行疫情管制中心 指揮中心的分辦公室 這不是很瞎嗎 所以當我們看到這一幕 然後行政院長蘇貞昌還在那邊大言不慘地說 這個是民主政治的正軌常態 我告訴你這就是民進黨雙標 如果是藍營的話 他們是怎麼大肆的批評 大肆的罵 所以也難怪被人家質疑說 陳時中 薛瑞遠還有莊仁祥 跟這一些王必勝 你去業會他 難道四個男人 要談如何食指交扣嗎 要談如何拭目相對嗎 那如何 你說這個沒做事的人 不知道有做事的酸甜苦辣 是啊 我一直認為 我一直記得很深刻 你有做事 是 你做事做到王必勝 你跑去跟你的小三優惠 還生了小孩 然後還抱著小孩 幫小孩過生日 這個叫有做事 還是你的下班時間 下班時間是可以偷情的時間 這個叫有做事 果然是酸苦辣我看不到 我看到滿滿的Sweet 滿滿的甜 好多的愛心 那陳時中你有做事 你在當衛福部長 今天指揮中心指揮官的時候 還跑去紅酒拿個紅酒 這樣唱歌拿著紅酒杯這樣 所以也難怪人家 對你紅酒印象那麼深 陳時中 我一直從頭到尾跟大家講 台北市長選舉就是選不上 再怎麼努力 三個人怎麼跟他密會 就是選不上 我認為台北市長選舉 陳時中就是掉第三名 不是第三就是第二 選不上 再這麼努力都沒用 所以今天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欺騙國人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 來呼嚨台北市民 仇恨值那麼高的人 讓人家覺得政黨負面黨性 這個反感度這麼高的人 然後還用這樣的一些方式 想要讓這些過去 他們在執掌業務任內的 包括高端的一些 所有的價格採購數量 還有過程 完完全全視為保密的這個東西 到了這個業會之後 就沒有保密的這個機密問題 而且還圖利廠商的嫌疑 為什麼 因為這種規定我從來沒看過 不履約也不追廠 只要廠商盡最大努力 這個我當議員8年 我第一次看到有這種 對廠商這麼好的 這樣的一個條款 那哪個廠商去投標 哪個廠商賺到 所以高端的確像蔣萬安說的 只有股價漲 其他什麼都沒有 然後而且打了高端的人 還不能順利的到日本 你還要去補打其他疫苗 因為WHO沒有承認 現在政府還要幫你想辦法 這個就是政府 在圖利廠商跟企業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 這一顆一顆的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